为什么电热水壶把水烧开后就会自动断电 看似简单的电热水壶 其实背后蕴含着相当复杂的科学技术 在上个世纪人们使用的烧水壶 很难知道水什么时候被烧开 经常导致水沸腾蒸发太多 于是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气笛安装在壶嘴上 每当沸腾的水达到100度就会变成蒸汽 这些蒸汽顺着壶嘴上的气笛挤出去 发出刺耳的声音提醒水已经烧开了 然而由于使用明火烧水效率太低 于是工程师在热水壶底部安装了一个加热元件 使它比传统效率高了50% 并且不再使用明火 只需插上电源就能烧开水 当我们按下热水壶的开关时 电流会顺着电线进入底部油铜或不锈钢制成的加热元件中 它能将热量传递到上方水壶里 使内部的水被加热 为了防止大量水沸腾蒸发 在水壶把手上有一个简单的恒温器 它由两块金属板组成 该金属板受到的温度升高 就会膨胀并向上弹起 现在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 当电热水壶中的水烧开时 大量蒸汽被挤进把手通道中加热恒温器 使其膨胀向上弹起触碰开关控制杆 关闭水壶电源 如果水壶中没有水就打开电源 恒温器感受不到水蒸汽 就不会自动断电导致空水壶着火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工程师在底部也安装了一个触发恒温器 该恒温器同样是双金属材料 但它不依靠蒸汽触发 而是在空水壶加热时会使它达到预设温度 然后膨胀切断电源 感谢观看